台湾机密防空武器曝光 称这款武器在未来将会取代复仇者飞弹系统 将成为台湾防空武器王牌之一 在该武器被曝光之后 可以说引来了无数人的目光 而本期火力军就为大家来讲解这款裂损防空系统 关于这款防空系统 最早现身是在2021年的展会上 根据有关人员的解析 在类型上是属于进程防空系统 它的性能在同类型中非常的不错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性能参数 这款裂损防空系统的有效射程可以达到15公里 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0至45公里 主要针对的目标是一些直升机和一些低空飞行的战斗机 在作战部署上 这款裂损防空飞弹系统 主要是跟随台湾路面装甲部队后方 为装甲部队解决来自空中的威胁 例如裂损防空系统 可以跟随台湾现有的云豹装甲车 以及坦克后方 在作战时 由云豹装甲车提供火力压制 由坦克装甲车提供伤害 如果敌方派出战斗机或者是直升机来威胁 几方装甲部队就可以由裂损防空系统 将敌方战机摧毁 从而为地面部队提供安全保障 并且这款防空系统 据称还具备了拦截飞弹的能力 这就进一步提升了路面部队的生存几率 而关于这款裂损防空飞弹系统的基本配置 据一些消息透露 主要有五辆四连装发射车 一辆CSMPQ951 风眼香味阵列雷达车 以及一辆CSMYS951指挥管制车所组成 其中发射车所采用的底盘 是由MAN集团打造的TGM4x4卡车底盘 这种底盘的性能也是非常不错的 它拥有非常强悍的越野性能 并且也适用于台湾的地理环境 至于配备的CSMPQ951风眼香味阵列雷达 这款装备是由台湾中山科学院研究所研发 这款雷达最早在1990年开始研发 不过中间因为一些原因并未正式开始 直到2002年才开始正式研发工作 通过多年的研究并结合各种技术 首批的风眼雷达于2011年后开始服役到军队中 当时陆军曾以61亿采购了14套风眼雷达系统 之后又在2021年以32亿台币采购了11套该雷达系统 关于这款雷达的性能如下 CSMPQ90风眼雷达的最大侦测距离可以达到60公里 能够同时追踪64个目标 在追踪目标时可以同时指挥9组以上的防空火力单元进行接战 这种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这款雷达在设计时还采用了很多的固态元件 以及模组化抽换设计 使用这种方式可以在雷达受损的同时 能够快速的对齐维修 这种维修工作可以控制在30分钟以内 而裂损防空系统搭配的这种雷达系统 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它的作战性能 除了配置雷达系统外 这款裂损防空系统还配置有一辆CSMYS951指挥管制车 不过对于这款指挥车台湾还处于保密状态 具体信息并不知晓 只能等到以后才能知晓 至于这款裂损防空系统的战斗部采用的是陆坚2飞弹 也是因此这款防空系统还被称为陆坚2防空系统 关于这两个称呼是因为中山科学院和陆军对该计划的称呼 起初中山科学院将这个计划命名为禁弩计划 并计划在这个防空系统中配置一款新型的40毫米L70防空机炮 来提升裂损防空系统的火力输出 在操作上这款防空机炮非常的简便 可由一名士兵就可进行 它还可以与裂损防空系统中的雷达配合使用 进而提高它的精准度 除此之外这款40毫米L70防空机炮也可以选择单独使用 而它的性能参数如下 它对空中有效射程可以达到4000米 对地有效射程可以达到1万米 其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330瓦 这种机炮的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陆军对这款防空机炮其实不感兴趣 因此在采购这款防空武器时 陆军对这个计划命名为裂损计划 并在采购时取消了对40毫米L70防空机炮的采购 对此中山科学研究院也表示无奈 不过这个裂损计划 陆军预计编列143亿新台币 采购这款新型的防空系统 其中这系统中还包含了246枚陆射天剑2型防空导弹 这批武器将会在未来几年内服役到部队中 用来替换台湾现役的复仇者防空飞弹 以及解数防空系统 关于台湾装备的复仇者防空系统 最早是在1996年开始采购 并在2000年的时候服役 放到现在已有20年的历史了 而这款系统也因为时代的进步 显得有些落后了 因此台湾才研制了属于自己的防空武器系统 毕竟采购始终会受到多方影响 自己造的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生产 而这款复仇者防空飞弹 虽然显得老旧 但在当时它的性能也是非常不错的 在这里也带大家看看这款复仇者防空系统 复仇者防空系统全重3900公斤 长5米 宽2.1米 高2.6米 在动力系统上采用的是底特律柴油引擎 其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9公里 作战范围可以达到443公里 并且在操作上这款防空系统也较为容易 可由两名士兵进行操作 其主武器使用的是FIM-92针刺防空导弹 副武器使用的是M3P12.7毫米机枪 在其他配置上搭载的有光电瞄准系统 战斗影像追踪装置 在雷达系统的配置上搭载的是AN-MPQ-64哨兵雷达 不过这款雷达因为当时经费不足的原因 只采购了很少的一部分 不过台湾为其搭载了自产的封眼雷达 而裂损防空系统的服役 除了将取代美国的复仇者系统外 还将会取代解数导弹系统 不过取代这款导弹系统倒是非常的正常 因为这款导弹的服役年限实在是太久了 即性能已经不能和现在的防空系统进行比较 虽然这款导弹在使用上非常的方便 但性能已经不堪重负了 不过如今台湾的裂损防空系统已经服役 这些老旧的防空系统就要被取代了 而这也将会大幅度的提升陆军的战斗力 但也有部分专家认为 可以留下一些老旧的防空系统 与裂损防空导弹配合使用 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 而这种想法也是可行的 因为目前裂损防空系统服役的数量并不多 也不可能短时间大量服役 而台湾除了曝光这款防空系统外 还曝光了另一款武器 这款武器的性能更加的强悍 它发出一种干扰波 这种干扰波可以让来袭的导弹偏移航行 而这款秘密武器被台湾称为诱标雷达车 据有关人士称 诱标雷达车可以有效地针对敌方来袭反辐射导弹 进而保护己方阵地的安全 提高战场存活几率 而这款诱标雷达车 除了可以干扰来袭的导弹外 还可以针对敌方战斗机以及雷达系统 让敌方所有的设备处于干扰状态 从而影响对方军事设备 好了 关于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台湾的这款裂损防空系统性能如何 其实战能力是否可以超过老旧的复仇者导弹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